图为固体物质加热后的温度对加热时间的关系图形 我们先来看温度对加热时间的关系图形 随着加热时间增加,我们可以看出有三段温度会越来越高 两段则温度不变 因此可以很清楚知道 三段应该为固意气三态 所以AB线段应为固体 C珠为意态 E以上为气态 而BC为固意共存 珠1线段为意气共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A选项说明是AB物质向态并未改变 EB向态为固项 因此为固项 所以答案是对的 没有改变 而BC线段所吸收的热量是用来增加分子的位置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BC线段 热量增加 但温度并没有改变 温度一旦改变 增加是胃 增加是动人 所以BC线段为融化热 因此热量增加 改变只是分子之间的位 也就是由固项变成异项 因此B选项是对的 而珠点 这一点是由液体开始慢慢 随着热量增加 而气化变成气体 所以相对应的温度为肺点 所以因此 珠点所发生的现象称之为肺肯 所以C选项错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 BC线段 该点温度为融点 C珠线段 该点温度为肺点 存物质融点肺点 可说是恒为常数 然后混合物则不是常数 因此 此物质应该为 存物质 存物质 珠选项错 最后一选项 是要找出 液态及固态之间比热 大小的比较 因此我们先列出相关的公式 热量H等于M 质量乘上比热 乘上温度 Δ 然而图形的时间 此为加热 时间 会伴随着一个稳定热源 因此整个横轴可说 视为热源 热量 重轴为温度T 然而质量固定 横为常数 因此比热正比于 热量除于温度差 然而H热量为横轴 温度为重轴 因此热量对温度的比值 等于斜率的导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斜率 因此当斜率越大的时候 比热越小 所以 液体的斜率比较大 固体的斜率比较小 液态大于固态 因此对比热而言 则是固态大于义态 因此 一选项错 对比热量的斜率比较大于